古装武侠剧《小女花不器》正在腾讯视频火热更新中 剧由林依晨张彬彬主演在剧中张彬彬饰演的林依克是女主花不器心中一直都很仰慕的大英雄 每次花不器有危险的时候总是林依克出手相救 所以花不器早就方形暗取了 陈玉在柳清吾那知道了王爷为什么会和明月山庄合作 也知道了柳明月的绅士以及薛飞之间的恩怨 他还拿花不器云郎等人的性命想要血 为了保护花不器 陈玉就同意和他合作 在最新的剧情中 花不器假装摔倒 摘了林依克的面具 发现他竟然是自己最讨厌的世子 根本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是谁都行 怎么可以是自己的哥哥呢 林依克走了之后 就没有来看过花不器了 却不想 竟然差点就成了最后一面 莫若飞为了让柳清吾露出真面目 故意将王爷给的书信留在书房 柳清吾果然看了 莫若飞进来之后 他就痛下杀手 要杀了莫若飞 莫若飞被他刺伤 中了剧毒 柳清吾这才逃了 除了林依克 没有人知道莫若飞是假中毒 莫夫人也被隐瞒了 他想着自己的孩子都快死了 怎么也要拉着花不器陪葬 就让莫管家控制花不器 将毒给花不器灌了下去 在花不器迷流之际 竟然只有云郎留在他的身边 小桃给花不器吃下了假死药 骗过了所有的人 陈玉在花不器死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早就爱上了花不器 可是现在却天人永隔了 我们知道柳明月和薛飞是姐妹 但是从一出生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这么说的话 柳明月能够进入碧落天 她应该也是圣女吧 而明月山庄背后的神秘人其实就是薛飞 也是她一直派人追杀自己的女儿花不器 花不器对她来说就是耻辱而已 使她被迫生下来的 这就是原因了 想要知道更多的剧情请关注我们 下期见